接下来讲的也是一个考试必考 然后跟我们前面教过的类似的东西 就叫做量电压 量电压要用所谓的福特剂来量 福特剂来量 量电压福特剂 一样 第一个教的叫使用步骤 使用步骤跟前面讲的基本上大部分都相同 第一步一样 第一步是什么 归零 归零 任何仪器的使用第一步都是归零 也是要一个螺丝去转一转 转到零一点 高档一点的底下有一个像镜子的东西 让你可以对准 让你可以对准 第二步也一样 第二步是什么 正确的连接 但是有一点不一样 福特剂要并脸 这个图上面显示的就是并脸 我们说什么叫并脸 所有的证都接一起 所有的副都接一起 这样叫做并脸 所以前面叫做安培基要串脸 这里福特剂要并脸 但是也一样要正接证 负接负 这个红色的是正都接在这里的正 这里黑色的是负都接到这里的负 正接证负接负是一样 所以第一步一样归零 第二步说法一样正确连接 但是有个不一样安培基叫做串脸 福特剂要做并脸 但是都是怎样正接证负接负 第三步也一样 哪样 从最大档位开始 从最大档位开始 一次降到最低又不超过为止 这里 这边的 这边的 它的这里有个三十幅 这里有个十五幅 这里有个三幅 三十幅最大 所以先接谁 先接三十幅 然后看一看它没有超过十五 我就会接在十五幅 然后会发现没有超过三 我就把它接到三幅 让那个指针偏转最大又不超过为止 这个跟我们的安培剂是一样的 所以基本上动作都一样 只差一个地方 什么地方 安培剂要 串脸 福特剂要 并脸 其他都一样 其他都一样 归零啊 最大档位开始啊 正接证负接负啊 都是一样的 为什么要并脸 我们讲过了 我们量的叫电压是电位差 是两个点之间的电位差 所以我要挑两个点 那我就接在这两点上 量的就是这两点的电位差 所以我就要接在这两点上 这叫做什么脸 这叫做并脸 所以 为什么 为什么要并脸 因为一条线上面的一个点 它就有一个固定的电位 另外一边有固定的电位 我接在这两点 我就量出这两点的电位差 这样的电压 所以 我要并脸 而且要接正确 因为有高电位跟低电位 接正确 指正就会正确的偏转 你接反了 就会倒档 我请各位做的活动 是因为电脑模拟 所以要出现的是负号 它不会坏掉 可是如果你拿真正的服务去量 它倒了它就坏掉了 它就坏掉了 所以我们要并脸 同时我们必须要正要接正 负要接负 它才会正确的偏转 所以 那也一样 有一些福特技的领域放在中间 这样的话 你接错就反过来转而已 比较不容易烧坏 比较不容易坏掉 但是你基本上 学习的时候 操作的时候 还是要记得 要正接正 负接负 要操作要正确 不要弄坏 然后呢 我们讲过了 我并联是接在两点 两点 这一点的电位 那一点的电位 量出来的是两个的电位差 我们在前面讲过了 我不知道电位能 我不知道电位 我不知道确实的电位能有多少 然后我能够算的 我能够知道的是电位能差 所以我算出来叫做电位差 我们简称叫做电压 你知道电压 这样我们前面已经跟你说明过了 那 前面讲过还有不同的档位 就是所谓的最大量程 要从最大量程 量最大让它量起 这个图上面显示了 是所谓的三十幅 从三十幅开始量 然后发现偏转很小就降一格 一直降到 指针偏转最大 又不超过为止 又不超过为止 这就是跟前面讲安培计 是完全一样的 原因都是一样 不然它会坏掉 我只能够量到五伏特 你去接一个十伏特 它打到五还不够 还要再往后面更打 就通就打歪了 就坏掉了 所以就是前面讲过的 完全一样的话 所以基本上的重点是 安培计跟伏特计的使用 这两个的使用的基本要点 通通都一样 只有一个地方不一样 就考试的重点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 安培计号 串脸 伏特计号 并脸 这就是我们的重点 OK吗 OK